美中贸易代表团经贸磋商2月21日 美中贸易代表团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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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代表 最后谈判仍可能失败 无论如何 他表示在让北京就关键议题 签署大原则和具体承诺上 沿你备忘录仍是很重大的一步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周聚元认为 本轮谈判 美中双方讨论的问题会比以前更具体 双方也更有达成协议的动力 周聚元认为 即使在3月1日最后期限前 双方没有达成最后协议 美国也很可能不会立即对中国加征关税 而是会延长谈判的期限 我觉得美国政府 不至于在中国举行两会的时间点上 把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 从10%提高到25% 因为这会让中国政府的面子挂不住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葫芦希望中美尽快结束贸易谈判 也希望中方坚持原则 不要损害国家利益 毕竟谈判的结果应该双赢 接着 葫芦与您说说美国赛默菲什尔科技公司将停止在新疆销售基因 测序仪的事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 此前因产品被中国政府用来监控民众 而备受批评的赛默菲什尔科技周三表示 将停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销售基因 测序仪或相关服务 设在美国麻萨 诸塞州的赛默菲什尔科技2月20日表示 停止销售决定 符合其价值观 道德规范和政策 并强调该公司认识到要考虑其公司产品 被客户如何使用 或可能被使用的重要性 赛默菲什尔科技 因为提供能够被用来辨识新疆维吾尔人身份的仪器 受到人权组织和美国议员的批评 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严密的安全措施 以此遏制中国所说的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活动 据美国官员以及联合国方面的估策 先后已有约100万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等穆斯林少数民族居民被关押入所谓的 执教中心或称在教育营 去年5月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商务部 要求阻止美国技术被中国警方滥用 葫芦对此消息感到高兴 赛默菲什尔科技公司的行为符合商业道德 在21世纪 新疆出现集中营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最后 葫芦在与您说说蔡英文 宣布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的是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专访 表态她将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 台湾专家分析 蔡英文选在这个时间 点宣布寻求连任 是希望凝聚民进党共识 走出民进党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的阴霾 蔡英文对CNN记者表示 任何现任总统都希望替国家做更多事情 并在任期内完成所有任务 面对党内反对她参选的声音 她说 我有信心能够胜选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 她并强调 作为总统并不缺乏挑战 经济困难有挑战 经济繁荣时 又会遇到其他挑战 报导指出 虽然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但蔡英文认为 这并不是去年地方选举受挫的主因 她认为关键是民进党上任后所推行的改革 像是养老金 或是同性婚姻等都遇到困难 而使台湾分裂 并引发民众抗议 CNN引用民调显示 蔡英文支持度落后 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朱立伦约30个百分点 因此 连任之路会很艰困 2018年 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遭受挫败 导致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 支持度更持续走低 外界认为总统蔡英文闭门造车 使民众对于施政不够了解 蔡英文在接受CNN采访时 也坦诚 任期中过于关注政务及外交事务 而与民众脱节 事实上 蔡英文对两岸关系明确表态 是从今年初才开始 过去她从不公开表示接受九二共识 直到2019年1月2日蔡英文在回应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谈话时 明确表示拒绝九二共识 并强调不接受 一国两制事 台湾共识 罕见强硬回击习近平谈话 使蔡英文 声势顿时扶摇直上 葫芦支持蔡英文 总统拒绝习近平一国两制建议的强硬态度 希望她能提出符合民意的改善经济的主张 扭转不利的选情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谢谢